这天对薛绍夫来说是奇怪的一天 首先是一大早出门 走到楼梯间就摔了一跤 一拐一拐地走出公寓大门 却又迎面撞上电线杆 连眼镜都撞掉 再来是过马路时 差点撞上一部轿车 等他惊魂未定地来到办公室 事情更离谱了 喝咖啡被咖啡烫到 讲电话又撞到门牙 蹲下来绑鞋带结果敲到头 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仿佛有什么天大祸事即将临头寺 但会是什么事情呢 薛绍夫愁眉苦恋 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薛绍夫晃来了 会不会和他哥哥薛绍齐有关呢 薛绍齐和薛绍夫是孪生兄弟 从小两个人不但个性一样 相貌一致动作一样 便连生病时也是一样 总是同时生病同时病好 唯一不同的是 薛绍齐七个多月前结婚了 娶了一个名叫周鸿玉 小名叫绳子的女人 两个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 而薛绍夫至今却还是单身汉一个 连个对象也没有 薛绍夫想起了哥哥 赶紧拿电话拨到哥哥家里 接电话的是薛绍夫的嫂子 薛绍夫大惊失色连连追问 这才断断续续由绳子口中 知道薛绍齐是怎么死的 原来薛绍齐成婚以后 在一个新兴社区买了一栋房子 由于待人很诚恳 非常顿亲目铃 没多久就被居民选做村长 每当村子里需要调解 或是增列开支时 总是由他从中卧旋 但就在今天中午 薛绍齐去处理一件家庭纠纷 回到家后因为疲倦 躺在沙发小睡片刻 哪知道竟然一睡不起 薛绍夫一听对哥哥的死因充满疑惑 他失魂落魄地赶往哥哥家中 看到哥哥的遗体已经盖上白布了 悲痛之情立时拥上心头 而绳子一看见薛绍夫 马上伤心地扑入薛绍夫的怀中 薛绍夫也放声痛哭 然后伤心欲绝地料理哥哥的后事 他向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暂时住在哥哥家的客房里 可是谁能想到 当天晚上 他就被钻进他被子里的绳子 给吓死 薛绍夫 阿尔 你是谁在做什么 绍夫 我只能疲惫 我会怕了 你不会怕了 阿尔 你不怕了 你不怕了 我会更怕了 你是谁在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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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在乖 哪有人会知道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是谁在乖吗 薛绍夫皱着眉头急急推开绳子 然后跨大步走出房间 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绳子起身 依在门边 一脸哀怨地盯着薛绍夫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等到哥哥的丧礼办完了 薛绍夫无意间听到一位邻居摇头叹息说 薛绍夫听了大吃一惊 这真的是壮阳的大补药吗 他怎么连听都没听说过 不过他们兄弟俩自小患有先天性糖尿病 没有天天吃 鸡蛋糖泡酒的本钱 如果真如邻居所言 哥哥天天都吃鸡蛋糖泡酒的话 那分明是自觉坟墓 哥哥不是三岁小孩子 他会分不清好歹 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 薛绍夫决定找绳子问个清楚 阿嫂 我问你 你是不是师兄用鸡蛋糖泡酒 给我们带你喝 这件事啊 你没听我说 哦 咱们一样 咱说 你不相信我吗 绳子表示他从来没有弄过 鸡蛋糖泡酒给丈夫吃 也从来没有听过鸡蛋糖泡酒 会吃死人的道理 这中间到底谁说真话 是邻居造谣还是绳子说谎 薛绍夫不甘心地找到好朋友赵医生 将自己心里的疑虑告诉赵医师 赵医师调出了薛绍琪的病例资料 仔细研读 发现薛绍琪最近这半年来 糖尿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而且血液中还有一种不知名的物质 他的死因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的 薛绍夫听得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如果哥哥不是自然死亡 那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是绳子吗 他的目的何在 图的又是什么 薛绍夫忍不住了 拨电话找绳子想问个清楚 结果电话却没有人接 等到下班他亲自前往 可是来应门的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告诉薛绍夫 他是这房子的新屋主 两三天前 绳子把房子很便宜地卖给他 拿了钱就不见了 薛绍夫追问绳子下落 新屋主却是一问三不知 这让薛绍夫很沮丧 更觉得他哥哥的死因绝对不单纯 不知道他继续 想正硬和不理想